美司令透露惊人真相 中美隐形战斗机东韩首都交手歼20非常专业 据环球网员以英国飞行国际网站最新报道称 就在3月16日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 在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一场视频对话中表示 美军的F35隐形战机已于近日在东海空域与中国空军的歼20隐形战斗机在近距离相遇 虽然它并没有详细说明中美战机在东海海域遭遇的具体时间和对峙细节 但它却从对手的角度对歼20的表现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在对话中说道 我们在这次近距离相遇中看到了相对专业的飞行 至于中国空军未来打算用歼20去做些什么 我认为它可能会和能够执行多种任务的F35一样 或者更像专门用来争夺空中优势的F22 但现在下定结论还为时过早 除此之外 威尔斯巴赫还在讲话中提到 我并不会把歼20和F35在东海的相遇称之为交战 对此有专家表示 中美双方的隐形战斗机并没有发生任何对抗性动作 仅仅只是近距离遭遇而已 但毫无疑问 在这次遭遇中 美方必然已经见识到了歼20的强大 至于未来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否会因此有所调整 想必很快就能得出答案 请不吝点赞订阅